安波篮球快讯 2021年4月26日 华南虎飞豹巨翼合眼龙虎斗 2020-2021赛季的CBA总决赛将于周二晚上打响 广东华南虎和辽宁飞豹将再次上演终极对决 前者将冲击对史第11冠 后者将争夺该队的第二座总冠军奖杯 这是CBA赛场众望所归的强强对话 他们是上个赛季的冠亚军 是本赛季常规赛的前两名 在今年的全明星赛中 更是创纪陆地各有四名球员入选南北全明星队的正选阵容 外界对这一中极对决的预言与期盼延续了整个赛季 这是两队在CBA总决赛中的第三次交锋 2007-2008赛季 姚岳首次相遇总决赛 广东华南虎以总比分4比1获胜 五年内第四次夺冠 上个赛季 两队再次狭路相逢 在三战两胜的赛制下 广东华南虎以2比1显胜 赢得了队史第10冠 如今 双方第三次在总决赛中相遇 已遭遇两连败的辽宁飞豹自然期盼是不过三 和上个赛季相比 此番两队的阵容都有所变化 广东华南虎和新一剑连因跟剑手术 缺席了整个赛季 雪上加霜的是 本赛季被评选未常规赛最佳国际球员的外援M.布鲁克斯 也因伤无缘季后赛 此外 刘全彪一直要养病无缘上阵 辽宁飞豹只有李小旭一位伤员 除了韩德军 郭艾伦 赵继伟 外援 欧 俊 梅奥等球员 依然优秀外 辽宁飞豹还成为本赛季补强最未成功的球队之一 一年级新生张震霖是荡之无愧的最佳新秀 富豪的加盟 增降了内线的冲击力 在外援方面 K.福格在常规赛结束前完成注册 此子季后赛场均得到20分外加7个篮板 因此 仅从阵容配置上看 本赛季广东华南虎和辽宁飞豹成此削比偿之势 辽宁飞豹不仅巩固了其在后卫线上的优势 还在意见连缺阵之际凸显出内线的强悍 同时也缩小了与广东华南虎在封线和防守上的差距 外界也纷纷预言辽宁飞豹迎来了在获总冠军的最好时机 但对于辽宁飞豹而言 此番来自于广东华南虎的最大威胁并不在于纸面实力 而在于对手的底蕴 在意见连休战的本赛季 广东华南虎实力受损严重 一度步履为奸 在常规赛前20轮后还排名第三位 但并不被看好的他们 却凭极注陈卓与坚定 在第38轮时取代辽宁飞豹战剧积分榜榜首 并最终赢得常规赛冠军 这份沉着和坚定 正是广东华南虎的最大底牌 那是此前15次机身总决赛 时获总冠军积淀出的冠军气质 是敢于并善于打恶战的经验和斗志 是即使身处绝境 也不会轻言放弃的顽强与执著 广东华南虎的本土球员依然值得信赖 特别是周鹏和赵锐在进攻端的发挥 赵锐更是广东华南虎季后赛的得分王 场均贡献22.7分 和山东王者的两战合展55分 周鹏座位对长 季后赛连续三场得分上双 场均18分 表现非常稳定 此外 广东华南虎主帅杜丰不仅是国家队主教练 还在今年连续第三次获得常规赛最佳教练 其排兵布阵和临场应变能力自有过人之处 你正在收听的是安波篮球快讯 请关注我们的社交媒体 并订阅我们的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